今次每次来一首歌里面 会经常听到Mr.Stranger这句歌词 你每次听到Mr.Stranger 通常我都会做这个手势 Hey Mr.Stranger 这个手势就是模仿吸血鬼的爪牙的动作 我依然会选择 今次其实很开心 因为今次有整个吸血鬼的主题 MV的情节 甚至是这首歌想表达的意思 全部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今次的参与程度 比起Magic Hit更加高 这件事是要为自己小小的鼓掌 如果Magic Hit是一首你在派对会听的歌 Mr.Stranger你就会在公路开车的歌 即是一首含含声的歌 即是你听过前奏 你会已经感觉到 好像有一堆吸血鬼沖在你 节奏是十分之明快的 所以相信Magic Hit之后 大家会听到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今次的唱法 其实都是偏向是比较低沉 和比较沙瓦的 因为今次监制Erik 特意要求要训练到我可以做到一个比较 沙瓦的一些 有一点点愤怒 好像有一个人冲着去你 想和你宣洩一个message的感觉 所以有一种愤怒 怪兽的感觉 今次在临开咪之前 准备的时间比以往多很多 因为今次作为2022年第一首歌 都想给一个惊喜 有一次开工的时候 踏车 突然间有一只吸血鬼的image 进入了我的脑子 之后我就想 咦 其实挺硬的 吸血鬼他自己 在入口白的时候 都会很害怕 别人会发现了他真正的身份 他不知道 大家如果 别人知道自己是吸血鬼的时候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会害怕 还是会接受不了 今次Mr Stranger的英文rap的部分 都是自己填词 都是因应着这首歌的歌词 中文歌词 是互相呼应 所以今次的英文rap的部分 可能都会和一些披露自己 你们够不够胆去见到真实的自己 You don't know a lot about me 就是 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 你都未必知道 如果我揭露这些给你看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那么喜欢我呢 Eagle 是讲一个网络欺凌之下的一个现象 今次到Mr Stranger 我觉得好像隔了一年了 隔了一年再出一首 比较黑暗一点的跳唱歌 我想展示给大家看我的成长 所以其实 譬如Anson Lo的人的成长 你成长之下 你都会有新的不同的困难 可能上一年 前一年的困难 就是比较多 是网上的声音 我觉得自己好像 overcome了一个不同的难关 这次的难关 反而就是和自己的内心挣扎 可能很多时候 我认识不了大家的期望 可能我很怕我做了一些形象上的作品 大家不喜欢 但可能这些顾虑 有机会其实不存在 有机会是自己的脑 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是自己create给自己的困难 所以都会很想把这个困难放在歌上 很真实地告诉大家 现在我是不是很害怕 展示我化妆的样子 第一两年我会 就是我很害怕 啊啊啊啊 我素颜不可以上镜 到现在这一刻 就是拍到一些照片 有点素筋都 都没什么所谓 不要紧了 因为这个就是我 那时候是没有backthrough的 纯粹是一个新的尝试 啊好啦 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真的 真是真是 真是 真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事 真的觉得 不需要太care这些外在的人 因为其实 一来大家都知道 二来就是 啊 不是太重要 其实不需要真的 那么完美无瑕 其实 但是我也是一个人 近日 收到我妈妈的掌座 我终于放在手上了 想回其实 第一日出solo作品的时候 有不忠的紧张 那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担心 觉得自己好像都没什么能力 还有未必有那么多的机会 可以去试更加多不同的东西 那现在想回 就会觉得 啊很想和那时候自己说 啊辛苦了 你都怕了那么久 但是 啊想和自己说 放胆一点 只要你够喜欢那件事的时候 其实 久而久之 观众慢慢都会感受到 只不过 要时间 是 给一点点耐性就OK 是 演戏这条路 其实帮助了我 Anson Lo这个人的成长很多 因为由 譬如《大叔的爱》 我飾演的《灵小木》 之后中间拍《減恶女团》 甚至上个月完成了一部 比较圆异一点的鬼片 经历片 试了很多不同的角色性格 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价值观 和世界观给我们思考 譬如《阿牧》是一个比较大爱 很caring 的人 永远放在人家第一 自己第二 但是去到 我上个月拍的电影 其实张子杰这个角色性格 是一个他放不下很多事情都很执着放不下 是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人 我经历了一个什么都关心人的人 又经历了一个 在自己内心世界的人 原来我就知道 这两个性格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 我自己就跳出来做Anson Lo的时候 就懂得判断了 就知道 原来我这样太奈向是有不好的 原来我永远不理自己 只是理人的感受 原来是不好的 所以其实演戏是很帮助自己的性格 怎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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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自己可以这样去想 去这样做 就会有不同 我会选择阿Jer 因为阿Jer有比较多位置去咬 阿Jer唱歌真的很好听 所以他一起长生不老 他就可以唱一世的歌给我听 还可以听唱的直播 挺开心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